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令狐大哥对我有救命的大恩终于为我而死 我跟你说我不配做他朋友 刚说到这儿只见两个锣锅匆匆地打从厅外廊上走过 正是塞北明驼木高峰和林平芝 小姑娘嘻嘻一笑 天下真有这么巧啊 这么一个丑得怕人的老驼子 还有这么个小驼子 有意思 怡琳听她取笑旁人 心里都挺烦 小姑娘 你自己去找你爹妈好不好啊 我头疼得很 身子不舒服 什么头疼不舒服啊 假的 我知道 你听我冒充令狐冲的名头 心里头就不痛快 好姐姐 你师父叫你陪我的 你怎么能扔下我就不管了呢 要是我被坏人欺负了 你师父非怪罪你不可 哎呀 你本事比我大得多 心眼又灵巧 连鱼冠主那样天下文明的大人物 也都栽在你的手下 你不去欺负人家 人家已经谢天谢地了 谁敢来欺负你啊 哎 姐姐 你可在损我啊 刚才要不是你师父护着我 这牛鼻子早就打着我了 姐姐 我姓曲 名叫飞烟 我爷爷叫我飞飞 你也叫我飞飞得了 一连听她说了真实姓名 这个心里头 马上就很平和了 只是奇怪 她为什么知道自己 牵挤着令狐冲呢 啊 还拿她的名字来开玩笑 多半自己在花厅中 向师父等人述说的时候 这个精灵古怪的小姑娘 躲在窗外 她偷听来着 好 曲姑娘 那咱们去找你爹妈吧 你猜他们到哪儿去了 我知道他们到了哪儿了 可你要找啊 你自己找去 我可不去 哎 这叫什么话呀 怎么你自己不去呢 我年纪这么小 怎么能去呢 你不同啊 你伤心难过 恨不得早早去了才好啊 一连心里头一惊 你说你爹妈 我爹妈早就被人害死了 你要找他们 那就得到阴间去啊 伊林听了这话很不痛贵 你爹你妈既然已经去世 你怎么能拿这事来开玩笑呢 我不陪你了 曲飞烟呢 抓住了她的左手 好姐姐 我一个人 孤苦伶仃的 没人陪我玩 你就陪我一会儿 伊林听她说的可怜 好吧 我就陪你一会儿 可是你不许再说 无聊的笑话 我是出家人 你叫我姐姐 也不大对 有些话你以为无聊 我却以为有聊得很 这是个人想法不同 你比我年纪大 我就叫你姐姐 这有什么不对啊 难道我还叫你妹子啊 伊林姐姐 你不如啊 别做尼姑了 好不好 伊林不禁恶然退了一步 许飞烟呢 也顺势松开了她的手 姐姐 做尼姑有什么好啊 鱼虾鸡鸭不能吃 牛肉羊肉也不能吃 姐姐 你长得这么美貌 剃了光头 哎呀 大大剑色 要是留一头乌油油的长发 那多好看啊 伊林听她说的天真 我呀 我深入空门 四大街空 哪还管她皮囊色相的 好看不好看呢 曲飞烟侧过了头 仔细端向伊林的脸 当时雨势稍歇 乌云推开 淡淡的月光从云中斜射下来 在伊林的脸上 朦朦胧胧的铺了一层荧光 更增添秀丽之气 曲飞烟叹了口气 姐姐 你真美 怪不得人家这么想念你呢 嗯 你说什么 你开玩笑 我可要回去了 哎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姐姐 你给我些天香断续胶 我要去救一个人 你去救谁啊 这个人可很要紧呢 这会儿我不能跟你说 你要商要去救人 本应该给你 可是师父曾经有言训 这天香断续胶 制作很不容易 要是受伤的是坏人 那可不能救 姐姐 如果有人无礼 用难听的话 骂你师父和你横山派 那这个人是好人 还是坏人呢 这个人骂我师父 骂我横山派 那自然是坏人了 怎么还好得了呢 哎 这可奇怪了啊 姐姐 有一个人张口闭口的说 见了尼姑就倒大煤 逢堵毕书 他既骂你师父 又骂了你 也骂了你整个横山派 如果这样的大坏人受了伤 依林呢 不等他说完 依然是脸色一变 回头就走 曲飞烟呢 一晃身拦在他身前 张开了双手 就是笑 不让他过去 哎 依林突然吸了一动 昨天 回应楼头 他和另一个男人 一直坐着 直到令狐大哥死于非命 我抱着他尸首 跑出这个酒楼 似乎他还在那 这一切经过 他早瞧在眼里了 也不用偷听我的说话 那他会不会 一直跟在我后面呢 依林呢 想问一句 却张红了脸 说不出口 曲飞烟说 姐姐 我知道你想问我 令狐大哥的尸首 到哪儿去了 是不是啊 依林说正是 姑娘 你要能告诉我 我 我实在是感激不尽呢 这个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人知道 可这个人身受重伤 性命危在顷刻 说不定一会儿就死了 姐姐 你要是能用天香断许礁救活了他 他就能把令狐大哥尸首 在哪儿 跟你说 你自己真的不知道 你看你看 我曲飞烟如果知道令狐冲死尸在哪儿 那叫我明天就死在于沧海手里 被他长剑在身上刺十七八个窟窿 我信了 我信了 你别发誓 那那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哪 救不救在你 我们要去的地方 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为了找到令狐冲的尸首 就是刀山剑林 那也得去床啊 管他什么 好地方不好地方啊 善地不善地啊 依林就点点头 那咱们这就去吧 两个人走到大门口 见门外 还是下着雨呢 门旁边 放着数十把油纸的雨伞 依林和曲飞烟各自取了一把 出门向东北角上就走 当时啊 已经是深夜 街上行人稀少 两个人走过 这个身像中就有一两只狗叫起来 依林见曲飞烟一路 啊 就奔那个偏僻狭窄的小街中走 心里头挂念着令狐冲尸体的所在 也不去管他带着自己走哪去 走了好一会儿 曲飞烟闪身进了一条窄窄的弄堂 左边一家门口 挑着一盏小灯笼 曲飞烟走过去 敲了三下门 有人从院子里走出来 开门一探头 曲飞烟在那个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又塞了一件东西在他手里 那个人就说 是是是 小姐请进 曲飞烟回头招了招手 依林跟着他进门 那个人脸上露出很惊异的神色 抢在前头领路 过了一个天井 掀开东厢房的门帘 小姐 师傅 这边请坐 门帘一开啊 扑鼻的一股脂粉香气 一临进门以后 建房子里边放着一张大床 床上铺着绣花的锦被和枕头 香绣那是驰名天下呀 大红锦被上绣的是一顿细水的鸳鸯 颜色灿烂 忽灵火线的 依林自小啊 在白云庵中出家 盖的哪是这个呀 都是青布的粗被 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华丽的被褥 看了一眼呢 就转过了头 只见这个机上 点着一根红烛 红烛旁是一面明镜 一只梳妆箱子 床前地下是两对绣花脱鞋 一对男的一对女的 并排放着 依林心里头突的一跳 抬起头来 眼前出现了一张红红的脸蛋 又娇羞又勉腆 还有三分尴尬 这正是自己 映在镜中的容颜呢 背后脚不声响 有一个使唤丫头走了进来 笑咪咪的 捧上香茶 这个佣人呢 腰腰饶饶的 还很风扫 依林越来越害怕 就低声地问 这是什么地方啊 曲飞烟笑了笑 俯下身子 在那个丫鬟耳边说了一句话 那个丫鬟说是 伸手啊 就抿住了嘴 还一笑 扭扭捏捏地走出去了 依林心想 这个女人装模作样的 一定不是好人 哎 妹妹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这是什么地方啊 曲飞烟呢 微笑 这地方啊 在恒山城可大大有名啊 叫做群育苑 什么群育苑呢 嘿 群育苑是恒山城首屈一指的大妓院呢 哎呦 怡林是出家人 他听到妓院这两个字心里头 砰的一跳 差点晕过去 他建了这屋子里的摆设牌场 他早就感到不妙 他万万没想到 啊 这是妓院呢 他虽然不十分明白 妓院到底是干什么的 却听同门俗家的师姐说过 妓女是天下最淫见的女人 任何男人只要有钱啊 就能叫妓女相陪 这曲飞烟带了自己到妓院中来 啊 他不是要 要我做妓女吧 心里头一急啊 差点哭出来 就在这时候 呼听的隔壁房中 有个男子的声音哈哈大笑 这个笑声很熟悉 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恶人万里独行填补光 一连双腿酸软 哼的一声 就坐在椅子上 脸上没写色了 曲飞烟一惊 抢过去看他 怎么了 是 是呢 填 填补光 还不错呀 我也认得他的笑声 别害怕 他是你的乖徒弟 田伯光啊 田伯光在隔壁大声说 谁 谁在提老子的名字啊 啊 曲飞烟说了 哎 田伯光 你师父在这呢啊 快过来磕头啊 这什么师父啊 这个小姑娘胡说八道 我撕了你的臭嘴 曲飞烟说啊 你在恒山回燕酒楼 不是拜了恒山派的 宜林小师太为师吗 他就在这儿 快过来 啊 你 你说什么 他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呢 哎 哎 你怎么知道啊 你是谁啊 我杀了你我 哎 行啊 你杀我也可以啊 你 你这样 你先来向师父磕了头再说 宜林赶忙说 别别 你别叫他过来 田伯光嗷了一声惊叫 跟着啪的一声 显然是从床上跳到了地下 一个女子的声音 大爷 你干什么 曲飞烟这边说 田伯光 你别逃走 你师父找你算账来了 田伯光在那边骂 什么师父徒弟的 老子上了令狐冲这小子的当 这小尼姑过了一步 老子立刻杀了他 一连声都缠了 是 我不过来 你 你也别过来 曲飞烟说 田伯光 你在江湖上也算一号人物 怎么说的话不算数啊 拜了师父不认账 快过来 向你师父磕头 田伯光哼了一声 不回答 怡林说 我 我不要他磕头 也不要见他 他不是我徒弟 田伯光说是啊 这个小师父 根本就不愿意见我嘛 好 算你的 我跟你说啊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 有两个小贼鬼鬼祟祟的 跟着我们 你啊 你快去给打发了 我和你师父在这休息 你就在外边守着 谁也不许进来打扰我们 你做好了这件事 你拜 北越恒山派小师父为师的事 我以后就绝口不提 要不呀 我宣扬的普天下 人人都知道 田伯光突然提高声音 小贼 好大的胆子 就听着窗格子 砰的一声 屋顶上灿朗朗 两声响 两件冰刃掉在瓦片上 跟着 有人长声惨叫 又听得脚步声响 一个人 飞快地逃走了 窗格子又是 砰的一响 田伯光 已然 跳回到房里边 啊 杀了一个 是青城派的小贼 另一个逃走了 哎呀 你可真没用 怎么让他逃了 哎 那个人我不能杀 是 是横山派的 女泥公 曲飞烟笑了 哦 原来是你师伯呀 那自然不能杀呀 哎呦 仪林可是大吃一惊啊 啊 是我师姐 这可怎么好啊 田伯光在那边问 小姑娘 你是谁呀 曲飞烟说 你不用问 你乖乖的 别说话 你师父永远不会来找你算账的 田伯光啊 果然就此 不作声了 仪林说 曲姑娘 咱们快走吧 走 那怎么成啊 那个受伤的人 还没见到呢 你不是有话要跟他说吗 你要是怕师父见怪 立刻回去 那也没关系 仪林想想说 反正已经来了 那咱们 那咱们就瞧瞧那个人去 曲飞烟一笑 走到床边 伸手在东边墙上一推 一扇门轻轻开了 原来呀 墙上装有暗门 曲飞烟招招手走了进去 仪林只觉得 这妓院更显得诡秘 幸好田伯光是在西边的房里头 心想跟他离得越远越好 当下呢 就大着胆子 跟着曲飞烟进去了 里面啊 又是一间房 没有灯火 借着从暗门中透进来的烛光 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很小 也有一张床 杖子低垂 似乎里边睡着有人 仪林走到门边 她不敢再进去 曲飞烟说 姐姐 你用天香断絮胶 给她治伤吧 她 她当真知道 令狐大哥失守在哪吗 哎呀 或许知道 或许不知道 这我可说不上来啊 那 那你刚才说她知道的 哎 我刚才试试说了 可我又不是大丈夫 说了话可以不算数啊 嗯 你要是愿意试试 你不方呢 就给她治伤 要不然的话 你立刻掉头走 谁也不会来拦你啊 仪林心想 无论如何 要找到令狐大哥的尸首 就算只有一线机会 也不能放过呀 嗯 那好 我给她治伤 回到外房去 拿了烛台 走到内房的床前 掀开杖子 只见一个人 仰面躺着 脸上盖了一块 绿色的锦帕 一呼一吸的呀 那个锦帕就微微的颤动 仪林也看不见她的脸 心里头反倒 稍微踏实点 回头问 妹妹 她什么地方受了伤啊 在胸口 伤口很深 差一点就伤到心脏了 仪林轻轻揭开 盖在那个人身上的薄被子 只见那个人裸露着胸膛 胸口正中啊 有一个大伤口 鞋已经不留了 但是伤口很深 显然是 情况十分凶险 仪林定了定神 心说无论如何 我得救活她的性命啊 把手里边的烛台 交给曲飞烟拿着 从怀里取出 装有天香断续胶的木盒子 打开了盒盖 放在床头的机上 伸手在那个人窗口四周 轻轻地按了按 曲飞烟小声的 只写的穴道 早点过了 要不怎么能活到这时候啊 仪林点点头 发觉那个人的伤口四处穴道 早已经毙了 而且点得十分巧妙 这不是自己能做的 自己没这本事 她于是缓缓地抽出 塞在伤口中的棉花 棉花一取出来 那个血啊 立即往外急涌 仪林在师门层 学过旧伤的本事 左手按住伤口 右手呢 就把天香断续胶 涂到伤口之上 再把棉花塞进去 这天香断续胶啊 是恒山派智商的圣药 一涂上伤口 你过不了多一会儿 血就得止 仪林听那个人呼吸急促 不知道他是否能活 忍不住啊 他就问 这位英雄 贫尼有一事请教 还望英雄不吝赐教 突然之间呢 曲飞燕身子一侧 竹台倾斜 这个烛火当时就灭了 屋子里一片漆黑 曲飞燕说 哎呦 别听开 蜡烛灭了 仪林伸手不见五指 心里头有点发慌 心想这样不干不净的地方 这哪是出家人来的呀 我呀 我早点问明令狐冲大哥失守所在 我得赶快离开这儿 啊 这位英雄 你现在疼得好些了吗 那个人哼的一声也不回答 曲飞燕说 哎 他在发烧呢 你摸摸他额头 烧得多厉害啊 仪林还没回答 右手已经被曲飞燕捉住 按到了那个人的额头上 本来呢 遮在他脸上的紧帕 已经被曲飞燕拿开 仪林只觉得 手碰到的地方 就像火炭似的 不由的就起了恻隐之心 啊 我还有内服的商药 得给他吃点才好 曲姑娘 你点亮了蜡烛 曲飞燕说好 你在这儿等着啊 我去找火去 仪林听说她要走开 心里头急了 拉住她的袖子 别 别 你别去 留我一个人在这儿 那怎么办呢 哎呀 你把内服的商药摸出来吧 仪林呢 就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 打开瓶三 倒出了三粒药丸出来 拖在掌中 商药去出来了 你给他吃吧 哎 你看 黑暗中要把药掉了 怎么办呢 人命关天 这不是闹着玩的 姐姐 你不敢留在这儿 那么我在这儿待着 你出去点火 仪林听说 让他独自在妓院中乱闯 那更不敢呢 别 别别 我不去 得 送佛送到西 救人救到底 你把商药 塞在他嘴里 喂他几口茶 不就得了 这黑暗之中 他又见不到你是谁 你怕什么呀 给你 这是茶杯 小心接着啊 别撒了 仪林呢 慢慢伸出手去 接过了茶杯 游泳了一会儿 心想师父常说了 出家人慈悲为本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就算这个人 不知道令狐大哥 失守在哪 可是现在他的生命 有危险 我也应该救他呀 于是 缓缓伸出右手 手背 先碰到那个人额头 翻过手掌 把三粒内伏智商的 白云雄胆丸 塞在那个人嘴里 那个人张嘴 寒了 等这个仪林 把茶杯送到嘴边的时候 又喝了几口 寒狠呼呼的 似乎是说了声谢谢 仪林说 这位英雄 你身受重伤 本应当安静休息 只是我有一件急事 要问你 令狐冲令狐狭事 被人所害 他失守 那个人说 你 你问 令狐冲 正是 你知道这位令狐英雄的遗体 在哪吗 什么 什么遗体 是啊 你知道令狐冲 令狐狭事的遗体 在哪吗 那个人含糊说了几个字 可是声音太低了 听不出来 仪林又问了一遍 把耳朵凑近那个人的脸 就听到那个人呼吸急促 那要想说什么话 始终也说不出来 仪林突然想起来 我们这一派的天香断续胶 和白云雄胆丸 这个疗效非常好 药性也是非常猛 特别是 你要是服了白云雄胆丸以后 那一般要昏睡半日 那正是疗伤的紧要关头 我怎么能在这时候 我逼问他 非让他回答我 这不对 他轻轻叹了口气 从杖子里边钻出头来 扶着床前一张椅子 就坐在那 算了 等他好点再问吧 曲飞烟说姐姐 这个人性命 没有危险吧 但愿他能痊愈才好 只是他胸前伤口 实在太深 曲姑娘 这位 这位是 曲飞烟呢 也不回答他 过了一会儿 哎 姐姐 我爷爷说 你呀 你什么事都看不开 那是不能做你一股的 啊 你 你爷爷认得我 他 他老人家怎么知道我 什么事都看不开呢 你看 怎么知道 昨天在浑烟楼头 我爷爷带着我 看你们和田伯光打架 哦 宜林说 跟你在一起的 是你爷爷 是啊 你那个令狐大哥呀 那张嘴呀 真能白活 他说 他坐着打天下第二 嘿 那时候我爷爷啊 还真的有点相信 还以为他真有一套什么 出宫实练的剑法 还以为田伯光 斗不过他呢 黑暗之中啊 宜林瞧不见 曲飞烟的脸 但想象起来 一定满脸都是笑容 曲飞烟笑得倒是挺欢畅 宜林这心里头啊 却更加酸楚 姐姐 后来田伯光逃走了 爷爷说 这小子没出息 既然答应了 输了拜你为师 就应当磕头拜师啊 怎么可以耍赖呢 哎 令狐大哥为了救我 不过是个巧技 他也不是真的赢了他 哎 姐姐你良心真好 田伯光这小子这么欺负你 你还说的好话 令狐大哥被人刺死以后 你抱着他的失手乱走 我爷爷说 这个小尼姑是个多情种子 这一下只怕要发疯 咱们跟着瞧瞧 于是呢 我们两个人就跟在你后面 见你抱着这个死人呢 一直不舍得放下 我爷爷就说 飞飞 你瞧这小尼姑多么伤心呢 令狐冲这小子要是不死啊 小尼姑非还俗嫁给他做老婆不可 听了这话呀 怡林羞得是满脸通红 黑暗中就觉着 耳根子脖子都发烧啊 哎 姐姐 我爷爷的话对不对啊 是我害死了人家 我真怕死的是我 而不是他 倘若菩萨慈悲 能叫我死了 去换得令狐大哥还阳 我 我就是堕入十八重地狱 万劫不能超生 我也心甘情愿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啊 声音很诚恳 就在这个时候 床上那个人忽然轻轻地哼了一下 怡林说他 他醒过来了 曲姑娘 你去问问他 好些了没有 哎 你看 干嘛要我去问呢 你自己没长嘴呀 怡林听了这话 稍一迟疑 走到床前 隔着杖子 这位英雄 你可 一句话没说完 只听那个人 又呻吟了几声 怡林想 他这会儿痛苦难当 我怎么可以干扰他呢 站了一会儿 听得那个人呼吸逐渐均匀 显然是药力发作 又已经睡过去了 曲飞烟说 姐姐 你为什么愿意 为令狐冲而死啊 你当真是这么喜欢他 不不 曲姑娘 我是出家人 你别再说这样 亵渎佛祖的话 令狐大哥和我素不相识 却为了救我而死 我 我只觉得万分的对不起他 那要是他能活过来 你什么事都肯为他做吗 愿意 就是为他死一千次 我也是毫无怨言 曲飞烟突然提高声音 令狐大哥 你听着啊 怡林姐姐亲口说了 怡林生气了 你开什么玩笑啊 他说了 只要你没死 他什么事都肯答应你 怡林啊 听他语气不想开玩笑 头脑中一阵晕眩 心里头砰砰乱跳 你 你 就听得咔咔两声 眼前一亮 曲飞烟呢 已经打着了火 点燃蜡烛 揭开杖子 笑着向怡林招了招手 怡林慢慢走近 猛的眼前金星飞舞 向后就倒 曲飞烟伸手 在他背后一拖 没让他摔着 我早就知道 你会大吃一惊 你看 他是谁啊 他 哎呀 他 怡林声音微弱 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 床上那个人 虽然双目紧闭 但长方脸蛋 见眉 薄嘴唇 正是昨天 回燕楼头的令狐冲啊 怡林伸手 紧紧抓住了 曲飞烟的胳膊 他 他没死 他现在还没死 啊 但是如果你的 这个伤药无效 那就死了 哦 不会死的 他一定不会死的 他 他没死 这个怡林呢 惊喜过度 突然哭起来了 曲飞烟说 哎 怎么他没死 你倒反而哭了 怡林呢 双脚发软 再也支持不住 趴在床前 呜呜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 我好欢喜呀 曲姑娘 真是多谢你了 原来 原来是你救了 救了令狐大哥 哎 是你自己救的 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我又没有天香断续胶 怡林突然醒悟过来 慢慢站起来 拉住曲飞烟的手 哦 是你爷爷救的 是你爷爷救的 忽然之间 外边 在高处 有人叫 怡林 怡林 谁呀 是定义师太的声音 怡林吃了一惊 想要答话 曲飞烟 吐气 吹吸了手中的蜡烛 左掌翻转 按住了怡林的嘴 在他耳边小声地说 这是什么地方 别答应 一煞时啊 怡林是六神无主 她身在妓院之中啊 处境尴尬之极 但是听到师父叫 不答应 哎 这是一生中 从来没有过的事啊 就听到那个定义师太 又叫 田伯光 快给我滚出来 你把怡林放出来 就听到西边房里边 田伯光哈哈大笑 笑了一阵才说 这位是恒山派 白云庵前辈定义师太吧 晚辈本当出来拜见 就是身边啊 有几个俏家人陪着 未免失礼 得 咱们这就两免了啊 哈哈哈哈 跟着啊 有四五个女子一起 痴痴地笑 声音很淫荡 这肯定是妓院中的妓女啊 有的还嗲声嗲气的 好相公别理她 再亲我一下 几个妓女 银声荡语的 越说声音越大 显然 这是田伯光的吩咐 他干嘛呀 他要弃走定义 定义大怒 田伯光 你再不滚出来 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哎呀 我不滚出来 你要把我碎尸万段 那我滚出来 你也要把我碎尸万段 那那还是不滚出来吧 定义师太 这种地方 你出家人是来不得的 还是及早请回吧 请回 你这高徒啊 不在这 他是一位戒律经验的小师傅 怎么会到这来呢 哎 你老人家到这种地方来找徒弟 奇怪呀 把定义气的呀 放火 放火 把这狗窝子烧了 瞧他出不出来 丁义师太呀 这地方是恒山城著名的地方 叫做群育苑 你把他放火烧了不要紧 哎 那可就有说道了 江湖上众口宣传呢 都说 湖南省的烟花之地群育苑 被北越恒山派白云庵定义师太 一把火烧了 人家一定要问呢 这个定义师太是位德高望重的师太 怎么到这种地方去呀 别人就说了 他是找徒弟去了 人家又问了 恒山派的弟子怎么会到群育苑去呢 嘿 这么你一句我一句 师太呀 这对贵派的声誉可是大大不妙啊 我跟你说啊 万里独行田伯光 天不怕地不怕 天下就只怕令高足一人 我一见到他 我远而避之还来不及 我怎么还敢去惹他呀 定义心想这话倒也不错 但弟子回报 明明见到仪林走进这座屋子了 他又被田伯光所伤 难道还有假的 定义啊 气的是七窍生烟 把乌瓦踹得一块块的粉碎 可是一时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突然间对面屋顶上一个冷冷的声音 田伯光 我弟子彭仁奇 可是你害死的 这是青城派掌门 鱼仓海盗了 田伯光说 施敬 施敬 连青城派掌门也大驾光临 恒山群运院从此闻名天下了 生意肯定滔滔啊 有一个小子 是我杀的 剑法平庸 有点像是青城派的招数 至于是不是叫什么彭仁奇 我没工夫去问他 就听得嗖的一声响 鱼仓海已经窜入房中 跟着拼拼胖胖 兵刃香蕉之声 秘如连珠 鱼仓海和田伯光 已经在房子里边 交起手来 定义师太站在屋顶 听着两个人兵刃撞击的声音 心里头安安的佩服 嗯 田伯光这家伙 果然有点真功夫 这几下快刀快剑 跟青城派掌门 斗了个势均力敌 突然间砰的一声大响 兵刃香蕉之声 当时停了 宜林握着曲飞烟的手 掌心里边都是冷汗 不知道田鱼二人 这个打到底是谁胜谁负呢 按理说呢 田伯光多次欺负他 应该盼望他被鱼仓海打败才是 哎 可是他呢 竟是盼望鱼仓海被田伯光所打败 最好鱼仓海快快的走 师父呢 也赶快离开 让令狐冲在这儿 安安静静的养伤 令狐冲此刻正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如果见到鱼仓海冲进房的一惊之下 伤口再裂开 那就是非死不可了 就听了田伯光的声音呢 在远处响起 鱼馆主 房子里边地份太小 手脚施展不开 咱们到矿地之上大战三四百回合 瞧瞧到底是谁厉害 要是你打胜 这个千娇百妹的小粉头玉宝 就让给你 假如你输了 这玉宝可是我的 鱼仲海啊 气得几乎胸膛也要炸开来 这银贼这番话 竟然说自己和他相斗 是争风吃醋 我是道人呢 按现在话说 这不是被吃醋吗 我为了争夺群医院的一个妓女 叫什么什么 玉宝的 我跟他打 刚才呀 在房里边相斗 顷刻之间 两个人就拆了五十多招 天伯光刀法惊奇 弓手都有法度 鱼仲海呢 自己司令 对方这个武功实在 不比自己差 就算再打三四百招 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一时间呢 四下里一片的寂静 怡林似乎听到自己 普通普通的心跳的声音 凑过头去 在曲飞烟耳边 他 他们会不会进来呀 其实曲飞烟的年纪呀 比怡林年轻几岁呢 可是当这情急的时候 怡林一切全没了主意 曲飞烟呢 也不回答 伸手按住了他的嘴 忽然听到刘正风的声音 于观主 田伯光这家伙作恶多端 日后必然没有好死 咱们要收拾他 也不用忙在一时 这间妓院呢 藏屋纳垢 兄弟早就有心 把他给毁了 这事啊 等兄弟来办 大年为义啊 大伙进去搜搜 一个人也不许走了 刘门弟子 向大年和米为义 齐声答应 接着 听得定义师太 急促地传令 吩咐众弟子四周上下 团团围住 怡林是越来越荒奇啊 只听得刘门的那些弟子 大声地呼吓 一间一间的房 插过来 刘正风和于沧海呢 他们在旁边监督着 向大年和米为义 这些人把妓院中的 龟头 老宝 打得像杀猪似的脚 打得都是那些 也是管理人员嘛 清城派的这些弟子 把妓院中的家具 茶杯酒壶 乒乒乓乓乓 简直打得是落花流水 耳听得刘正风这些人 转眼就要过来 一林急得差点晕过去 他心想师父前来救我 我却不出声答应 在妓院之中和令狐大哥 深夜同处一室 在一间房子里 虽然他身受重伤 可是恒山派 清城派 这么多男人 一拥而尽 我就有一百张嘴 我也说不清啊 我这不是连累 恒山派的名声吗 我 我怎么对得起师父 和各位师姐呢 伸手拔出配件 就往脖子上抹 曲飞烟哪 他听见长剑出鞘 的声音 他撂到了 左手一翻黑暗中 抓住了他的手腕 使不得 我和你冲出去 忽然听得呀 唏唏唏唏有声音 什么声音 是令狐冲 在床上坐起来了 点亮了蜡烛 啊 干什么 令狐冲说 我叫你点亮了蜡烛 这声音中啊 颇寒威严 曲飞烟不再问了 啊 曲火石打着了火 点燃了蜡烛 烛光之下 一林见到令狐冲 脸色白得像死人呢 他忍不住 嘀嘀地 惊叫了一声 令狐冲 指着床头 自己的那间大厂 给我 给我 披在身上 一林全身发抖 他俯身 曲了过来 披在令狐冲的身上 令狐冲 拉过大厂的前肩 掩住了胸前的血迹 和伤口 你们两个人都睡在床上 曲飞烟熙熙的一笑 好玩 好玩 拉着一林呢 钻入了被窝 这时候 外边的那些人 都已经见到了 这间房子里 有烛光 到那边去搜搜 蜂拥就过来了 令狐冲提一口气 抢过去 关上了房门 把门栓也上上了 回身 走到床前 揭开杖子 都钻进被窝去 你 你别动 小心伤口 一林说完这句话 令狐冲伸出左手 就把他的头 给摁进被窝里头去了 右手呢 就把曲飞烟的一头长发 拉了出来 散落在枕头之上 就是这么一推一拉 他自己知道 伤口的鲜血呀 又在不断的往外流 双腿一软 就坐在床檐上了 这时候房门上 有人在动动动动 雷鼓般的敲打 狗娘养的开门 跟着砰的一声 有人把房门踢开 三四个人同时 抢进来 当先一个人 正是青城派弟子 红人熊 他一见令狐冲 大吃一惊了 令狐冲 你 急忙退了两步 向大年和米维义 他不认得令狐冲 但是都知道 他已经被罗人杰杀了 听红人熊 叫出他的名字 都是心头一震 不约而同的后退 不是见鬼了吧 这些人都睁大了双眼 瞪视着他 令狐冲慢慢站了起来 你们 你们这许多人 红人熊说令狐 令狐冲 原来 原来你没死 哪有这么容易 就死呢 于沧海啊 越过众人 走到前边 你就是令狐冲了 好 好啊 令狐冲向他瞧了一眼 也不回答 于沧海说 你在这寄院之中 干什么来着 令狐冲哈哈一笑 你明知顾问哪 在妓院之中 还干什么来着 嗯 我听说华山派门规很严 你是华山派掌门大弟子 君子见岳先生的敌派传人 却偷偷偷来 嫖妓 素娼 好笑啊 啊 嘿嘿嘿嘿嘿 我们华山派门规如何 是我华山派的事 用不着旁人来瞎操心 于沧海见多识广啊 见令狐冲 脸无血色 身子还在发抖 显然是身受重伤的模样 莫非其中有诈 他心里想 恒山派那个小尼姑说 这家伙已经被罗仁杰杀了 其实并没有毕命 显然是那个小尼姑 撒谎骗人呐 听他说什么令狐大哥长 令狐大哥短的 叫得默默寒情 嘿 说不定他们两个人 已经结了私情了 有人见到那个小尼姑 到过妓院之中 此刻却又没影了 多半啊 是被这家伙给藏起来了 他五岳建派 自认为是武林中的名门正派 瞧我青城派不起 我要是把那小尼姑给揪出来 这不但羞辱了华山的恒山两派 连整个五岳建派 那也是脸上无光啊 叫他们从此不能在江湖上 夸口说嘴 嗯 就是这主意 他眼光四下一转 不见房里头有别人 心想开来那小尼姑就藏在床上 他就跟红人熊说 人熊啊 揭开杖子 咱们瞧瞧床上 有什么好玩意儿 是 这红人熊答应着上前两步 他呀 他吃过令狐冲的苦头 情不自禁地向他看了一眼 一时呢 不敢再跨步上前 令狐冲说 哎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呀 哎 红人熊想我有师父撑腰啊 我爸他干什么呀 刷的一声 拔出了长剑 令狐冲向于沧海说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恒山派 丢了一名女弟子 不知哪儿去了 可是有人见到 她是在这座妓院之中 我们要查一查 哦 五月剑派的事儿 也劳你青城派来多管闲事儿啊 哎 今天的事儿啊 还非查明白不可 人熊啊 动手 是 红人熊长剑伸出 挑开了杖子 怡林和曲飞烟互相搂抱 躲在被窝里 把令狐冲和于沧海的对话 那是一句句 都听得清清楚楚 心里头叫苦不迭呀 全身都瑟瑟的发抖 这红人熊挑开杖子 更是吓得魂飞天外呀 杖子一开 众人的目光都射到床上 只见 一条绣着双鸳鸯的 大红锦背之中 裹得有人 枕头上 有长长的万缕青丝 黑头发 长的还是 锦背呢 不住的颤动 显然 被子里的人十分害怕呀 于沧海一见到枕头上的长发 哎呦 他太失望了 显然 这里边的人 肯定不是那个光头小尼骨 尼骨没头发呀 原来令狐冲这家伙 果然是在肃唱 令狐冲冷冷的 于观众 你虽然是出家人 但我听说 倾城派的道士 也可以娶妻 你大老婆 小老婆的 挺不少 你既然这么好色如命 想瞧妓院中光身赤裸的女子 干嘛不爽爽快快的 你揭开被子 你揭开揭开揭开 你瞧几眼 你干嘛找借口啊 找借口 说找恒山派的女弟子 你得了吧 你 令狐冲 放你的狗屁 这于沧海气得呀 又长呼的一声批出 令狐冲侧身一闪 避开了掌风 可他重伤之下 转动不灵啊 于沧海这一炸 劈得非常凌厉 还是被他的掌风边缘 扫中了 令狐冲站立不定 一跤就倒在床上 他用力支撑 又站了起来 这一张嘴呀 一大口鲜血 就喷了出来 身子摇晃了两下 又喷出一口鲜血 于沧海想再出手 忽听的窗外有人叫 以大欺小 好不要脸 那个脸字啊 这个字音还没落 于沧海已然右掌转回 劈向窗阁 身随掌势 就到了窗外 房里边的烛光照映出来呀 只见一个丑脸的驼子 正想往墙角边逃 于沧海大喝 站住 这个驼子 正是林平之啊 他在刘正峰府中 和于沧海照面之后 乘着曲飞烟出现 于沧海全神贯注的 他关注那个小姑娘 他呢 就悄悄地溜了出来 他躲在墙角边 一时打不定主意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才能救出爹娘 想了半天 他心说我假装驼子 大厅中 人人都已经看见了 再遇上青城派的人 我非死不可 是不是 我应当回复 本来的面目呢 回想刚才 被于沧海抓住 全身当时酸软 没有半分挣扎之力 怎么世界上 竟有如此的武功高强之人呢 心头思潮起伏 只是呆呆地出神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忽然有人 在他的后背轻轻地一拍 林平之大吃一惊 急忙转身 眼前这个人不是别人 也是后背高耸 正是那正牌的驼子 真的 塞北名驼 木高峰 假驼子 做驼子有什么好啊 干嘛你要冒充 是我的徒子徒孙呢 林平之知道 这个人 性子很凶暴 武功可又很高 你要是一句话答不对 那就有杀身之祸 可是刚才在大厅中 向他磕过头 还说他行侠仗义 也没得罪他 那就这么继续说呗 这么说 估计也不会惹他生气 啊 晚辈曾听许多人说 塞北名驼 木大侠 英明捉住 最喜欢吉人之男 浮为解困的 晚辈一直 非常的仰慕 所以 不知不觉的 就扮成 木大侠的模样 还望您恕罪 武高峰哈哈一笑 什么吉人之男 浮为解困呐 是胡说八道吗 他明知道啊 林平之是在撒谎 可是这些话 你总是听着 十分入耳啊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哪一个门下的 啊 晚辈其实姓林 无意之间 贸任了前辈的姓氏 什么无意之间呢 你是想拿你爷爷的名头 来招摇撞骗 于沧海是青城掌门 伸一根手指头 也历时把你毙了 你这小子 居然敢冲撞他 胆子还真不差 林平之一听到 于沧海的名字 当时胸口就热血上涌 晚辈 我但有一口气在 我一定亲手宰了 这个奸贼 哦 于沧海跟你有什么冤仇啊 林平之略意迟疑 要是凭我的力量 很难救我爹吗 我索性再拜他一拜 求他帮我 想到这儿当即双膝跪倒 磕头 晚辈的父母 落入这奸贼之手 恳求前辈 仗义相救 沐高峰皱起眉 连连摇头 说清楚啊 没好处的事 我木驼子向来是不做的 你爹是谁 救了他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正说到这儿 胡亭门边有人压低了声音 语气很紧急 快禀报师父 在群狱院中 青城派又有一个人 被人家杀了 恒山派有人受了伤 逃回来 木高峰低声的 你的事慢慢在说 眼前有一场热闹好看 你想开眼界 就跟我一块去 林平之心想 只要陪在他的身边 就有机会求他 好 老前辈去哪 晚辈自当追随 咱们把话可说在前头啊 木驼子不论什么事 总得对自己有好处我才敢 你要是想单评几句好话 弄几顶高帽子 就叫你爷爷去惹麻烦上身 这种话你少提为妙 林平之唯唯诺诺 含糊的答应 诶 他们走了 你跟着我来 林平之就觉着呀 这右腕一紧 已经被他抓住 跟着腾身而起 就好像脚步点地似的 在恒山的街上奔驰 到了这个群医院的外边 木高峰和他 就躲在一株树后 偷偷地 看院子里边 这些人的动静 于沧海和田伯光交手 刘正峰等率人搜查 令狐中挺身而出 等等情节 他们两个人都一一 听在耳朵里 等这个于沧海 又要打这个令狐中 林平之再也忍耐不住 就把以大欺小 好不要脸 这八个字喊出来了 林平之喊声出口 自己知道鲁莽了 转身呢 想躲藏 哪知道啊 这于沧海来得极快 一声站住了 这力随生智 掌力 已经把林平之全身给罩住 那只要一发劲啊 就能震得他五脏碎裂 骨骼齐折 等见到他的形貌 于沧海一时寒力不发 原来是你 眼光呢 像林平之身后 一丈之外的木高峰 看过去 木驼子 你几次三番 只使小辈来和我为难 你到底是什么用意啊 这个人自认是我小辈 木驼子却没认他 他姓林 我姓木 这小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于观主啊 木驼子我不是怕你啊 只是犯不着做冤大头 给一个无名小辈做挡箭牌 要是做一做挡箭牌 有什么好处 金银财宝滚滚而来 木驼子全横轻重 这算盘打得响 那做就做了 可是眼前啊 这没什么好处啊 赔本啊 那我绝不会做的 于沧海一听 心中一喜 哦 此人既然跟木兄没有关系 那就是冒充的 招摇正片呢 贫道我不必再顾你的颜面了 继续在掌心的力道 正想发出 就听窗内有人说话了 以大欺小 好不要脸 于 于沧海回过头来 只见一个人平窗而立 不是别人 正是令狐冲 这于沧海气更大了 但以大欺小 好不要脸这八个字 可正说中了要害啊 眼前这两个人 显然武功远不如自己 要想杀了他们 那是一举手的事 但是以大欺小 那四个字 无论如何逃不过呀 既然是以大欺小 那下边的好不要脸 四个字 那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你说不杀他们 就这么轻易的饶了这俩人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呀 于沧海冷笑一声 你的事以后我找你师父算账 回头又向林平之小子 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 林平之怒急呀 狗贼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这时候还来问我 于沧海心里头很奇怪 我什么时候认得你这臭八怪了 什么时候害得你家破人亡啊 这话从哪说起呀 他呀 他没把眼前这个人 和福威标局的事联系起来呢 现在四下里耳目众多 不能细问 他回头就向红人熊 人熊 先宰了这小子 再拿下令狐冲 是清城派弟子出手 那就说不上一大欺小了 红人熊说诗 拔剑上前 林平之伸手去拔配剑 刚一提手 红人熊的长剑寒光森然 已经指到了胸前 林平之大叫于沧海 我林平之 啊 于沧海已经啊 左掌急速地拍出掌风到处 红人熊的长剑被震得一篇 从林平之右臂外掠过 你 刚才你说什么 我 我说什么 我林平之做了厉鬼 也要找你算账 于沧海说你 你是浮为标局的林平之 林平之既然知道自己没法隐瞒 索性就堂堂正正地死个痛快 他双手撕下脸上的膏油 不错 我就是浮为标局的林平之 你儿子调戏梁家姑娘 是我杀的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爹妈 你 你把他们关在哪了 清城派一举挑了浮为标局的事 江湖上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常青子早年败在林远途见下的事 武林中并不知情 人人都说 清城派志在截夺林家辟邪剑谱 令狐冲呢 正因为听了这个传说 才在回燕楼头 以此引得罗仁杰俯身过来 挺剑把他给杀了 穆高峰呢 他也得到这个消息了 此刻听眼前这个假驼子 说是浮为标局的林平之 而眼见于沧海一听到 他自曝姓名就忙不迭的 把红人熊常见隔开 神情紧张 看来的确是想通过这个年轻人 得到辟邪剑谱 保安们 接下来我们来接近我们的记者 马宁的电话 来关注下最新的路况 马宁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由于雾大的日子 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信息 就是北京地铁的机场线 末班车时间延时一小时 其中T3航站楼末车 发车时间是23点52分 T2航站楼末车 发车时间是0点10分 您记好了 T3末车时间23点52分 T2是0点10分 提前有需要搭乘机场快轨的朋友们 注意这个信息 主持人 好的 谢谢马宁 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当时 于仓海 左臂伸长 手指已经抓住了林平之的右手腕 手臂一缩呀 就要把他拉过去 这功夫 木高峰喝一声 且慢 飞声而出 伸手抓住了林平之的左腕 向后一拉 可以 林平之的双臂 分别被两股大力前后拉扯 全身这骨骼当时就嘎嘎的响 疼啊 疼得差点晕过去 于仓海知道 自己要再使劲啊 那就把林平之当时给劈了 那非拉死不可呀 当即右手长剑递出 向木高峰刺去 木兄 撒手 木高峰呢 左手一回当的一声响 隔开长剑 手里边啊 已多了一把清光闪闪的弯刀 于仓海展开剑法 吱吱吱声响不绝呀 片刻间向木高峰连刺了八九剑 木兄 你我无冤无仇 何必为这小子伤了两家和气呢 左手啊 也抓住林平之的右腕不放 木高峰挥动弯刀 把来剑一一隔开 哎 刚才大庭广众之间 这小子已经向我磕过了头 叫了我爷爷 这是大家都看见呢 啊 在下和鱼贯主虽然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但是你把一个叫我爷爷的人 捉去杀了 那未免太不给我脸面 做爷爷的不能保护孙子 那以后谁肯再叫我爷爷啊 这两个人呢 一面说话 兵刃香蕉之声是叮当不绝 越打越快 于仓海怒了 木兄 此人杀了我的亲生儿子 杀子之仇岂可不报 木高峰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好 冲着鱼贯主的金面 就替你报仇得了 来来来 你向前拉 我呢 我向后拉 咱们一二三 把这小子呀 咱们拉成两片 他说完这句话就叫 一二三 这三字一出口 手上力道加强 林平之就觉得全身的骨骼呀 这咯咯之声更响了 于仓海一惊啊 报仇 并不急在一时 剑谱还没到手呢 那可绝不能伤了林平之的性命 当即他就把手放开了 林平之呢 就被木高峰给拉了过去 木高峰哈哈一笑 多谢 多谢啊 于贯主真高朋友 高交情 冲着木驼子的脸面 连杀子大仇也肯放过了 江湖上如此忠义之人 还真的没有第二位啊 木兄啊 你知道了就好 这一次再下 我让你一步啊 以后可不能再有第二次了 哎 好好好 可那也未必啊 说不定 于贯主一搏云天 第二次又再让我呢 哼 于仓海哼了一声 左手一挥 咱们走 率领本门弟子就退走了 这时候 定义师太急于找仪林呢 早已经和恒山派的那群弟子 向西搜了下去 刘正风率领那些弟子 向东南方搜过去 清城派一走 这群狱院外 就只剩下木高峰和林平之二人了 木高峰说 哎 你不但不是个驼子 原来还是个长得挺俊的小子 小子 你也不用叫我爷爷 驼子挺喜欢你 我呀 我收你做了徒弟 怎么样 林平之刚才被两个人 各以上诚的内力拉扯 全身疼了 还没喘过气来呢 听木高峰这么说 心想 这驼子的武功 不错 他高出我爹十倍 于沧海对他也颇为忌惮 我要报仇雪恨 拜他为师 那就有指望 可是他眼见那些清城弟子使剑杀我 本来毫不理会 一听到我的来历 那就马上出手和于沧海争夺 这会儿要收我为弟子 显然是不怀好意 木高峰见他神色犹豫 哎 我说 塞北民陀的武功声望 你是知道了吗 啊 迄今为止 我还没收过一个徒弟呢 你拜我为师 我把一身武功 清囊相授 我全交给你 那时候别说是清城派的小子们 绝不是你对手 如果你勤学苦练 天长日久 要打败于沧海 那又何难呢 哎 我说小子 你怎么还不磕头拜师啊 这个木高峰啊 越说的热情 林平之越起疑 他如果真的爱惜我 怎么刚才抓住我的手 用力拉扯 全无丝毫的顾忌 就是扯死了 也不在乎 于沧海这个恶贼 知道我是他的杀子大仇人之后 反而不想就此拉死我了 那自然是为了什么辟邪剑谱 五岳剑派中 有很多的武功高强的正直之士 我要是拜师我得拜明师啊 我应该找那些前辈的高人才是 这驼子心肠毒辣 武功再高 我呀 我也绝不能拜他为师 木高峰呢 见林平之还是迟疑 心里头有点生气 嘴声呢 还笑嘻嘻的 哎 怎么 你嫌驼子的武功太低 不配做你的师父吗 林平之见木高峰 煞时间满脸乌云 神情很可怕 但是这个怒色呀 一现即隐 历时又显得和蔼可亲 他知道处境危险 如果不拜他为师 说不定他怒气发作 立刻就把自己杀了 所以他马上说 啊 木大侠 你肯收晚辈为徒 那正是晚辈求之不得的事 只是晚辈学的是家传的武功 如果另投名师 得得到我爸爸许可 这一来是家法 二来也是武林中的规矩啊 嗯 这话倒有道理啊 不过你这一点玩意儿 啊 压根说不上是什么功夫啊 你爹呀 嗨 估计武功也是有限 啊 我老人家今天是心血来潮 一时兴起 要收你为徒 以后 啊 以后 我不一定再有这性质 你可听好了 机缘可遇不可求 你这小子 啊 瞧起来 似乎还挺机灵 怎么 这么糊涂啊 这样吧 你先磕头拜师 然后我去跟你爹说 让他也不敢不答应 林平之心里一顿 啊 穆大侠 穆大侠 晚辈的父母落在青城派的手中生死不明 求穆大侠去把他们救出来 那时候晚辈感恩图报 穆大侠 穆大侠有什么吩咐 我一定遵从 啊 什么 嘿 你跟我讨价还价 啊 你这小子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非收你为徒不可呀 你居然要挟我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嘿 可是这穆高峰随即想到 于沧海肯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步 不把这个沙子大仇人撕成两片 一定是另有重大图谋 像于沧海这样的人 哪会轻易上当啊 多半江湖上传言不错 他林家那辟邪剑谱啊 的确是非同小可 只要收了这小子为徒 那内部武学宝典 迟早就能得到手 快磕头 三个头磕下去 这么着 你就是我的徒弟了 那徒弟的父母 做师父的怎么有不关心的道理啊 于沧海这家伙捉了我徒弟的父母 我去向他要人名正言顺 他敢不放啊 林平之救父母心切啊 我爹妈落在奸人手中度日如年啊 说什么也得尽快把他们救出来 我一时委屈拜他为师 只要他救出我爹妈天大的难事 我也担当了 想到这 他当即屈膝跪倒 就要磕头 这沐高峰啊 他多事 他怕林平之反悔 伸手呢 往他头顶上按 想把他按下去 你快点磕头 林平之本想磕头的呀 哎 被他这么使劲一按呢 心中很反感 自然而然的 这个脖子一挺 不让他按下去 沐高峰还生气了 嘿 你不磕头 手上呢 夹了一分劲道 林平之本来心高气傲 做惯了少彪头啊 长这么大 只有受人奉承 哪受过屈辱啊 这次为了搭救父母 自己已经决意磕头了 但是沐高峰这么一按呢 哎 反而倒激发了他的倔强本性 你答应救我父母 我就答应拜你为师 此刻要我磕头 那是万万不能 哦 嘿嘿 万万不能 哎 那咱们瞧瞧 真是万万不能吗 说着话 沐高峰手上又加了一份尽力 林平之腰板力挺想站起来 哪站得起来呀 头顶就像有千斤大石压住了 站不起来呀 他双手撑地 用力的挣扎 沐高峰手上尽力又加了一分 林平之只听自己这个脖子这骨头啊 咯咯的响 沐高峰哈哈大笑 嘿嘿嘿嘿 你磕不磕头 我手上再加一分劲道 你的脖子那就断了 林平之的头被他一寸一寸地摁下去 离地面已经不过半尺 我不磕头 我偏不磕头 哦 瞧你磕不磕头 手一沉呢 林平之的额头又被他按低了两寸 就在这个时候 林平之忽然觉得后背微微一热 一股柔和的力道传入体内 头顶的压力突然间清了 双手在地上一撑 他就站起来 嗯 这一下固然大出林平之意料之外 木高峰更是大吃一惊啊 刚才冲开他手上劲道的 这股内力 似乎是武林中圣称的华山派紫霞宫 听说这门内宫出发的时候 若有若无 软的就跟云霞一样 可是后劲十足 到后来那是铺天盖地 势不可挡 紫霞二字就到这儿来的 木高峰惊奇之余 手掌又迅速地按上林平之的头顶 可是掌心刚碰到林平之的头顶 他顶门上又是一股柔和的内力升起来 两者一震 木高峰手臂发麻 胸口啊 也隐隐地作痛 他退后两步 哈哈一笑 是华山派的岳兄吗 怎么悄悄地躲在墙角边 开我驼子的玩笑啊 墙角后 一人纵声大笑 一个青山的书生 走了出来 轻袍缓带 右手摇着折扇 神情非常的潇洒 木兄 多年不见 风采如昔 可喜可贺呀 木高峰眼见这个人 果然就是华山派掌门君子剑 岳不群 心里头向来对他颇为忌惮 此刻 自己干嘛呢 正在出手欺压一个武功平平的小辈 碰巧被他给撞见了 而且出手相救 这确实有些尴尬 岳兄啊 你是越来越年轻了啊 驼子我真想拜你为师啊 学一学这门阴阳财补之书 呸 驼子越来越无聊 老朋友见面 不说说别情 却来胡说八道 小弟懂得什么 这种歇门功夫啊 啊 你说你不会财补功夫 谁也不信呢 怎么你快六十岁了 忽然返老还童 瞧起来倒像是 驼子的孙子一样啊 林平之当木高峰的手艺松 就已经跳开几步 眼见这个书生 下不客又无流常然 面如美玉一脸的正气 心里边的景仰之情 油然而生 知道 刚才是他出手相救 听木高峰 叫他是华山派的岳兄 心里头一动 这位神仙式的人物 莫非就是华山派掌门岳先生 只是他瞧上去 不过四十来岁 年纪不像六十岁啊 那劳德诺是他的弟子 可比他老多了 等听到木高峰赞扬他 著言有数 当时想起 曾听母亲说过 武林中高手 这个内功练到极高的地步 不但能长寿不老 而且真能返老还童 这位岳先生 多半就有这功夫 他更是钦佩了 岳不群微微一笑 嘿嘿嘿 木兄一见面就不说好话 木兄啊 这少年是个孝子啊 又是颇具侠气 很可以造就 怪不得木兄喜爱 他今天种种祸患 全都因为当时在福州 仗义相救小女灵山而起 小弟实在是不能袖手不理啊 还望木兄 瞧着小弟的薄面 高抬跪手 木高峰脸上 献出诧弹的神情 什么 凭这小子这点微末的本事 居然能去救灵山之女 只怕这话要倒过来说吧 是灵山贤之女 慧眼石玉郎 岳不群呢 知道这驼子粗俗下流 接下去 肯定没好话 就截住他的话头 江湖上同道 有难了 谁都应该出手相援 粉身碎骨是旧 一言相劝也是旧啊 倒也不在乎武艺的高低 木兄啊 你如果决意收他为徒 那不妨让这少年 秉明了父母 再来投入你的门下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木高峰眼见岳不群插手 今天的事已经很难如愿了 摇了摇头 嗯 我是一时兴起啊 要收他为徒 这会儿 这会儿我没兴致了 这小子 他就是在给我磕一万个头 我也不收了 说着 左腿忽然抬起来 啪他一声 就把林平之踢了个跟头 摔出几张啊 这一下呢 也大出岳不群的意料之外 全没有想到 这个驼子抬腿就踢人 事先没半点征兆 来不及出手阻拦 好在林平之摔出以后 立即跳起来 似乎并没有受伤 岳不群说 木兄 你怎么跟孩子们一般见识啊 要我说呀 你倒是反老还童了 嘿嘿嘿 岳兄放心 我驼子就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得罪了这位 你这位 嘿嘿嘿 我也不知道 是你这位什么 再见 再见 真想不到啊 华山派如此赫赫威名 对着辟邪剑谱 却也会眼红哦 一面说 一面拱手退开 岳不群抢上一步 沐兄 你说什么话 突然之间 脸上满布紫气 只是那紫气 一现 急隐 顷刻间又恢复了白净的面皮 沐高峰见到他脸上紫气 心中打个冷战 行思 果然是华山派的自下工啊 岳不群这家伙剑法高明 又练成了这种神奇的内功 我不能得罪他 啊 嘿嘿嘿 我也不知道辟邪剑谱 是什么东西 啊 只是 见清城 于沧海 不顾性命的 想抢夺 随口 胡周几句 啊 岳兄 不必介意啊 不必介意啊 说着 调转身子扬长而去 岳不群瞧着他的背影 在黑暗中隐没 哎 武林中 像他这样功夫 那也是很难得了 可就 偏生自干 下面下留两个字 忍住了没说 摇了摇头 突然间林平之跑过来 双膝一弯 就跪倒在地 不住的磕头 求师父 您把我收下 弟子我一定 克尊教诲 严守门规 绝不敢有丝毫 违背师命 哦 我要是收了你为徒 不免被这个木驼子 背后说闲话 说我跟他抢夺徒弟啊 弟子一见师父 说不出的 钦佩仰慕 那是弟子诚心诚意的 恳求您 说着连连磕头 哦 好吧 我收你不难啊 只是 你还没有 秉明父母呢 也不知道他们 是否答应啊 师父 弟子 如果蒙您收录 家父家母 欢喜都还来不及 绝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我的爹妈 被青城派的那些恶人 给抓去 还请师父 您伸出手来 救救他们 岳不群点点头 嗯 起来吧 咱们这就去找你的父母 又回头叫 德诺 阿发 山儿 大家出来 只见墙角后 走出一群人来 正是华山派的 这些弟子 原来这些人早就到了 岳不群让他们 躲在墙后边 只等到穆高峰走了 这才现身 为什么呢 免得人多 穆高峰难堪 下不了台呀 劳德诺等人 都向师父道贺 恭喜师父 新收弟子 岳不群说 平之啊 这几位师哥 在那小茶馆中 你早就都见过了 来 你向众位师哥 见礼 老者是二师兄 劳德诺 身形魁梧的汉子 是三师兄 梁发 脚夫模样的 是四师兄 师带子 手里边总是拿着个算盘的 是五师兄 高跟鸣 六师兄 六猴 陆大友 那是谁都一见 就不会忘记的人物 此外七师兄 陶军 八师兄 英白罗 是两个年轻的弟子 林平之 一一拜见了 忽然岳不群身后 一声娇笑 一个清脆的声音 爹 我算是师姐 还是师妹啊 林平之一愣 认得 说话的 就是当时那个卖酒的少女 华山门下 人人叫她做小师妹的 啊 原来她是师父的女儿 只见岳不群的青袍后面 探出半边雪白的脸蛋 一只圆圆的左眼 孤溜溜的转了几圈 打亮她一眼 又缩回岳不群的身后 林平之心说 那卖酒的少女 长得太丑了 满脸都是麻痹 嘿 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啊 这个少女刚一探头啊 马上就缩回去 又是在夜晚 月色朦胧 没法看得清楚 但是这个少女容颜俏丽 那是绝无可疑 甭怀疑 漂亮 她又想 她说她乔装改扮 到福州城外卖酒 定义师太又说她 装成一副怪模怪样 那么她的丑样 自然是故意装成的了 岳不群说 这儿啊 每个人入门都比你晚 却都叫你小师妹 你这个师妹命啊 是做定了 那自然也是小师妹了 不行 从今以后 我可得做师姐了 爹 林师弟 叫我师姐 以后呢 你再收一百个弟子 两百个弟子 都得叫我师姐了 他一面说一面笑 从岳不群背后 转了出来 蒙蒙月光下 林平之一袭见到一张 秀丽的瓜子脸蛋 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射向他的脸 这就是那个装作卖酒的丑女的 岳灵山 林平之深深地作了一个衣 岳师姐 小弟今天才入师门 先入门者为大 小弟自然是师弟 岳灵山大喜啊 转头向父亲爹 这可是他自愿叫我师姐的 可不是我强逼他 人家刚入我门下 你就说到强逼两个字 他还以为我门下 个个都像你似的一大压小 这不是吓坏了他呀 说得众弟子都笑了起来 爹 大师哥躲在这地方养伤 又被于沧海那个臭道士 打了一掌 只怕十分危险 快去瞧瞧他呀 岳不群 双眉微皱摇了摇头 这个根明 代子 你们二人去把大师哥抬出来 高根明和师代子 齐声应诺 从窗口跳入房中 但是随即听到 他两个人说 师父 大师哥不在这 房里没人 跟着 窗户中透出火光 他两个人已然点燃了蜡烛 岳不群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呀 他不愿进入妓院 这等污秽的地方 就跟劳德诺说 德诺 你进去瞧瞧 哎 劳德诺走向窗口 岳灵山说 我也去瞧瞧 岳不群反手抓住他的手臂 胡闹 这种地方 你去不得 岳灵山急得要哭出来了 可是 可是大师哥身受重伤 只怕 他有性命危险 不用担心 他服了 横山派的 天香断絮胶 死不了 啊 爹 你 你怎么知道啊 小声点 别多嘴 令胡冲重伤之余 又被渔沧海的掌风 给带着了 窗口剧痛 又吐了几口血 但是神智清楚 他耳听得 沐高峰和渔沧海争执 这些人啊 陆续都走了 可又听得师父来了 这个令胡冲 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怕师父 一听到师父 和沐高峰说话 他就想自己这回胡闹 胡闹到家了 不知道师父会怎么责罚呀 一时忘了伤口的疼 转身向床 小声说大事不好 我师父来了 咱们快逃 当时啊 扶着墙壁走出房 曲飞烟拉着一邻 悄悄从被窝中 钻出来跟了出去 只见令胡冲 摇摇晃晃的也站不稳呢 两个人赶忙抢上去 扶住 令胡冲咬着牙 穿过了一条走廊 心想师父耳目是何等灵敏的 只要一出去 立时就被他知道 眼见右边是一间大方 我呀 我先进这儿 对 进门之后还吩咐 把阿门窗关上 曲飞烟呢 挺听话 带上了房门 又把窗也关了 令胡冲再也支持不住了 斜躺在床上不住的喘气 三个人都一声不吭 过了很久 才听得岳不群的声音 远远的说 他不在这儿了 咱们走吧 这回令胡冲嘘了一口气 心里头这回放心了 又过一会儿 忽然听得有人啊 轻手轻脚的在院子里边走动 低声的叫 大师哥 大师哥 是陆大友 令胡冲心说 毕竟还是六猴跟我最好 正想答应 忽然觉得床障 苏苏的抖动 是一临听到有人找来啊 害怕起来 令胡冲心想 不能 我不能答应 我这一答应 就连累了这位小师傅的声语 当下呢 就没有作声 耳听的陆大友 从窗外走过 一路大师哥大师哥的叫 渐渐远去 再无声息 曲飞烟说 喂 令胡冲 你会死吗 你什么话呢 我怎么能死呢 我如果死了 这就大损恒山派的名誉啊 太对不住人家了 那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想啊 恒山派的智商灵药 给我又是外敷 又是内敷 那如果仍然治不好 那令胡冲 岂不是大大的对不住 对不住这位 恒山派的师妹啊 哦 对了 你要是死了呀 也太对不住人家了 一林见他伤得这么厉害 还能说笑 既佩服他的胆气 也稍稍地宽心 令胡大哥 那鱼罐主又打了你一掌 我再瞧瞧你的伤口 令胡冲支撑着要坐起身来 曲飞烟说不用客气了 你这就躺着吧 啊 令胡冲啊 他是全身没劲 实在坐不起身 也只得躺在床上 曲飞烟点亮了蜡烛 一林见令胡冲 这个衣襟上都是鲜血 当下也顾不得嫌疑 轻轻揭开他的长袍 取过脸盆架上挂着的 一块洗脸的毛巾 替他擦进了伤口上的血迹 把怀里所藏的天香断絮胶 全都抹在他的伤口上 令胡冲说 这么珍贵的灵药 浪费在我身上 未免可惜啊 令胡大哥 你为我受了这么重的伤 别说这点药 就是 就是 说到这儿啊 就觉得难以措辞 那就是什么呢 咕噜一会儿吧 说了 就是连我师父他老人家 也夸你是健义勇为的少年鹰侠 因此和鱼罐主吵了起来呢 哦 夸我倒不用了 师太他老人家只要不骂我 已经谢天谢地了啊 我师父怎么 怎么会骂你呢 令胡大哥 你只要静养十二个时辰 伤口不再破裂 那就没有大碍了 他又取出三粒白云熊胆丸 给他吃了 取飞烟属 姐姐 你在这儿陪着他啊 地方坏人又来加害 我爷爷等着我呢 我就要走了啊 别别 怡林急了 你不能走 我一个人怎么能待在这儿呢 你看 令胡冲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 你又不是一个人 取飞烟说着转身就走 怡林急了 纵身上前 一把抓住他的左胳膊 情急之下 使上了横山派 擒拿的手法 牢牢抓住他的臂膀 你别走 哎呦呦呦 动武啊 取飞烟这么一说呀 怡林脸红了 放开了手 好姑娘 你陪着我 哎 好好 好 我陪着你就得了啊 令胡冲又不是坏人 你干嘛这么怕他呀 取飞烟说陪着他呀 怡林稍稍放心 对不起 妹妹 我抓疼了你没有啊 我倒不疼啊 令胡冲好像 疼得很厉害啊 怡林一惊 掀开杖子看 只见令胡冲 双眼紧闭 已经沉沉地睡着了 他伸手探探他的鼻息 呼吸很均匀 很敢宽慰 正敢宽慰呢 就听取飞烟 根儿的一声啸 窗格声响 怡林急忙转过身来 只见他已然从窗户里边跳了出去 怡林大惊失色呀 一时不知道怎么是好 走到床前 令胡大哥 令胡大哥 他走了 但当时呢 药力正在发作 令胡冲昏昏迷迷的 他怎么大话呀 怡林是全身发抖 说不出的害怕 过了好一会儿啊 才过去把窗格拉上 心想我快快走吧 令胡大哥倘若醒来 跟我说话 那我怎么办呢 我说呀 我还是不说呀 转念又想 不能 他受这么重的伤 此刻就是一个小孩过来 随手就能置他于死命 我怎么能不加照护 我自行就离去 不对呀 黑夜之中 只听到远处身像中 偶然传来几声狗叫 此外是一片寂静 寂院里边的人 早已逃之夭夭 似乎这世界上 除了帐子里的令胡冲之外 就再没有旁人了 怡林坐在椅子上 一动也不敢动 过了很久 四处 鸡叫声传来 天快亮了 这个天快亮了 怡林又着急起来了 天一亮就有人来了 那怎么办呢 他自幼出家 一生都在定义事态照料之下 没有一点应变的经历 这会儿除了交集之外 那是想不出半点的法子 正慌乱呢 就听到脚步声响 有三四个人 从巷子中过来 在四下寂静之中 脚步声特别的清晰 这几个人来到群医院门前 就停住了 就听一个人说 你们两个人搜东边 我们两个人搜西边 要是见到令狐冲 要拿活的 他身受重伤 他抵抗不了 怡林刚开始听到人声 他是惊慌万分 等听到那个人说 要来勤拿令狐冲 心里边历史闪过一个念头 我说什么 也要保障令狐大哥的安全 绝不能让他落入坏人手里 这个主意一打定啊 惊恐知情没了 当时头脑就清醒起来 抢到床边 拉起垫在褥子上的被单 裹住令狐冲的身子 就抱起来 吹灭烛火 轻轻推开房门 溜了出去 这时候啊 他也不管东南西北呀 就朝着这个人声来的相反方向 快步而行 片刻间穿过一片菜园 来到后门 只见这个门呢 扮演 原来群医院的人匆匆逃走 打开了后门就没关上 他横抱着令狐冲 走出后门 从小巷子中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就到了城墙边 心里想我得出城才好 横山城中令狐大哥的仇人太多 他沿着城墙飞跑啊 一到城门口就急窜而出 出了城 没停 一口气跑出七八里 往哪儿跑啊 不管别的就是往荒山里边急钻啊 到后来连路都没有了 到了一处山坳之中 到了这儿他心神略定 稍稍放点心了 低头看看令狐冲吧 只见他已经醒了 脸上有笑容 正瞧着自己呢 怡林突然见到令狐冲的笑容 心里头一慌 双手发颤 一松手 那令狐冲还不掉地下吗 怡林哎呦一声 即使一招 镜鹏宝京 俯身身胳膊 把他拖住 总算这招使得挺快的 没把令狐冲摔走 但是自己呢 下盘不稳 一个亮呛 向前抢了几步 这才站住 令狐大哥 对不住 你伤口疼吗 啊 还好 你歇歇吧 怡林刚才为了逃避 清城弟子的追纳 一心一意 只想着如何才能使令狐冲 不遭到对方的毒手 全没有顾及自己的劳累 此刻 这一安定下来 就觉得全身四肢 都像散了架子似的 勉励 把令狐冲 轻轻放在草地之上 再也站立不定 一跤坐倒 喘气不止 令狐冲笑了 哎呀 你只顾急奔 却忘了调云气息 那是学武 哎 学武之人的大忌 这样挺容易 挺容易受伤 怡林的脸上啊 微微一红 多谢令狐大哥指点 师父本来也教过我 一时心急 就忘了 哎 你的伤口疼得怎么样啊 哦 已经不怎么疼 略略的有些麻痒 哎 那好啊 伤口麻痒 是要好的征兆 想不到 好得这么快啊 令狐冲 见怡林非常高兴 心里也有些感动 哦 那是贵派的灵药 太灵了 哎 只可惜啊 我身受重伤 受这些鼠辈的侮辱 刚才要是落入了 青城派那几个小子手里 死到不要紧啊 只怕 还得受他们一顿折辱 哦 原来你都听见了 他想起自己抱着他 跑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起 就睁着眼在瞧自己 不由他脸如飞侠 红啊 令狐冲呢 不知道他是因为害羞脸红 还以为他跑了这么久 耗力太多 师妹啊 你打坐片刻 以贵派本门心法 调云内息 免得受了内伤 哎 怡林答应着 当即 盘息而坐 用这个师父教的心法 运动内息 可是心意烦躁 始终无法宁静 就是入不了境啊 过不了一会儿 就睁眼相令狐冲瞧一眼 看看他的伤势 有没有变化 又看看他 是不是在瞧自己呢 一眼两眼 等瞧到第四眼的时候 哎 瞧了 和令狐冲的目光相遇 他吓了一跳 急忙闭眼 令狐冲却笑起来了 伊林这个脸更红了 哎 你 你 你为什么笑啊 啊 嘿嘿 没什么 你年纪小 做工还浅 一时定不下神来 不必勉强啊 定义师伯一定教过你 练功的时候 过分勇猛精进 那会有大碍 这样调云内息 要心平气和 那才行啊 令狐冲休息一会儿 又说 你放心 我的元气 已经在渐渐恢复 清城派那些小子们 在追来 咱们不用怕的 啊 叫他们再摔一个啊 摔一个啊 屁股向后 摔一个 清城派的平沙洛艳士 对吧 哦 不错 秒极了 什么屁股向后啊 说起来 这这有点不雅 那 那咱们就叫 清城派的平沙 洛艳士 说的最后几个字啊 气儿有些喘不云 令狐大哥 你别多说话 再好好说一会儿吧 啊 我师父也到了恒山城 我恨不得历时起身 到刘师叔家去 瞧瞧热闹啊 怡林 见他嘴唇发焦 眼眶干枯 知道 他流血不少 得多喝水 那我去找些水 给你喝 一定口干了 是不是啊 啊 我家来的路上 左边这个田地里 有许多西瓜 你去摘几个来吧 好 怡林站起身来 一摸身边 一闻也没有啊 令狐大哥 你身边有钱没有啊 啊 干什么呀 去买西瓜呀 买什么呀 你顺手摘了就得了 这附近也没人家 种西瓜的人 一定住得很远 你跟谁买去啊 不语而取 那是偷 偷到了 这是五届中的第二届 那是不可以的 要是没钱 向他们画园 要一个西瓜 想来他们也啃的 令狐冲有些不耐烦了 哎呀 你这 他本想骂他呀 小泥骨好糊涂 但想到他刚才出力相救 说到这儿呢 他就停嘴了 怡林呢 见他脸色有点不高兴 不敢再说 就按着他说的 向左边找 走出二里地 果然 见有好几亩的瓜田 长满了西瓜 这个树梢上 有馋在叫 四下里一个人眼也没有 他心里想 令狐大哥要吃西瓜 可是这西瓜是有主的东西 我怎么能随便偷人家的呢 他快步又走出一里地 站到一个高岗之上 往四下眺望 始终不见有人 就连这个农舍茅屋 也看不见一间 只得又退了回来 站在瓜田之中 由于半天 伸手要去摘瓜 又缩回来 想起师父 尊尊告诫的戒律 绝不可偷盗他人之物 想走 脑海中又出现了令狐冲 唇干舌燥的脸蓉 他咬咬牙 双手合十 菩萨捷剑 弟子非敢有意偷盗 时音令狐大哥 令狐大哥要吃西瓜 转天一想 又觉得令狐大哥要吃西瓜 这八个字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理由 心里都着急 眼泪都下来了 双手捧住一个西瓜 往上一提 这瓜就下来了 心说人家救你性命 你就是为他 堕入地狱 永受轮回之苦 那又怎么样呢 一人做事一人当 是我怡林犯了戒律 这跟令狐大哥没关系 他捧起西瓜 回到令狐冲身边 怡林是出家人 为摘个西瓜 做了半天的思想斗争 令狐冲不然哪 令狐冲对世俗的 理法教条 从来不放在眼里 听这个怡林说 要向人画园 说去讨个西瓜 他以为这个尼狐啊 年轻不懂事 他就没有想到 怡林为了摘这么一个西瓜 心里头倒腾了这么半天 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见西瓜摘回来了 他挺高兴 夸他 好师妹 哎 真乖 怡林猛听到 他这么称呼自己 心里头一震 差点把西瓜扔了 令狐冲笑了 哎 干嘛呀 你这么慌张啊 你偷西瓜 有人要抓你啊 怡林脸上又是一红 不 没人抓我 缓缓地坐了下来 这个时候啊 天色新晴 太阳从东方升起 令狐冲和他所坐的地方 是在山的阴面 阳光照不到 满山的树木 被雨水洗得一片清脆 山里边清新的空气 扑面而来 怡林定了定神 拔出腰间的断剑 见到剑头折断的地方 想起田伯光来了 啊 田伯光这个恶人 武功这么了得 当时要不是令狐大哥 舍命相救 我这会儿怎么能 太太平平地 还坐在这儿呢 一瞥眼呢 见到令狐冲 双眼深陷 脸上没有半点的斜色 心想为了他 我就是再多犯点戒条 也是无悔 偷一只西瓜 那又怎么样呢 想到这儿啊 犯戒以后心里边的不安 当时就没了 用衣精 把断剑擦拭干净 就把西瓜给切开了 哎 一股清香散移开来 令狐冲闻了几下 嗯 好挂 哎 师妹啊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今年元宵 我们师兄妹啊 相聚饮酒 林山师妹出了个灯迷 是这么说的 左边一只小猴 右边一个傻瓜 打一个字 当时呢 坐在他左边的 是我六师弟陆大友 就是 昨晚进屋来 寻找我的那个师弟 我是坐在他的右边 一林笑了 他出这个谜啊 是取笑你和这位陆师兄了 啊 不错呀 这个谜倒是不难猜呀 就是我令狐冲的这个胡子 他说是个老笑话 是从书上看来的 就是难得呢 刚好六师弟坐在他左边 我呢 坐在他右边 真凑巧 哎 凑巧吧 现在也凑巧 你看 我身边 又是这边一只小猴 这边一只大瓜 令狐冲说着 直指西瓜 又直指一林 脸露微笑 一林说好啊 你绕弯骂我是小猴 说着话呢 就把西瓜切成一片一片的 踢去瓜子 递了一片给他 令狐冲接过来咬了一口 就觉得满口香甜 几口就吃完了 一林见他吃得挺高兴 自己心里也是高兴啊 见他仰卧着吃瓜 这衣服前肩啊 有汁水淋漓的 就把第二片西瓜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递在他手里 一口一块 汁水呢 那也不再流到衣服上了 见他吃了几块吧 每次伸手来接 总不免呢 得动胳膊呀 牵动伤口 心里头不忍 就把一小块一小块西瓜 喂在他的嘴里 令狐冲吃了小半只西瓜 才想起一林 敬畏他了 一口也没吃啊 哎 你自己也吃一些吧 啊 等你吃够了 我再吃 哎呀 我够了 你吃吧 一林早就觉得 自己口渴呀 他又喂了令狐冲几块 才把一小块西瓜 放进自己的嘴里 眼见令狐冲目不转睛地 瞧着自己 害羞起来了 转过身子 把后背向着他 令狐冲忽然夸 哎呀 真是好看 语气之中充满了激赏之意 一林太害羞了 心想他怎么忽然夸我好看呢 当时就想站起身来逃走 可是一时又拿不定主意 就觉得全身发烧 哎呀 羞得呀 连脖子也红了 就听这个令狐冲又说 你瞧 多美呀 看见没有啊 嗯 说什么呢 一林微微侧身 见令狐冲伸手指向西边 顺着他手指一望啊 只见远处一道彩虹 从树后伸了出来 七彩变幻 艳丽无方 哎呀 这才知道 他说的真好看 不是说自己 是指这个彩虹说的 刚才是自己啊 领会错了 这不由的 又是一阵羞残 只是这时候呢 羞残中还带着点失望 嗯 和先前呢 又是扭腻 又是暗息的心情 颇有不同 令狐冲说 你仔细听 听见了吗 一林侧耳细听 就听得彩虹处 隐隐传来 有流水之声 嗯 好像是瀑布 正是 这连着下了几天雨啊 山里边一定到处是瀑布 哎 咱们过去瞧瞧吧 你 你还是安安静静的 多躺一会儿吧 哎 这地方都是光秃秃的乱石 没一点风景好看 还是去看瀑布的好 一林呢 不愿意扫她的姓 就扶着她站起来 突然之间脸上又是一阵红韵 心想我曾经抱过她两回 第一回呢 以为她已经死了 第二回是在危急之际逃命 这时候她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神志清醒 我怎么能再抱她呢 她 啊 决意要到瀑布那边去 莫非 莫非要我 抱她 正犹豫呢 就见令狐冲已经捡了一根树枝 撑在地下 慢慢向前走去 哎呀 原来自己啊 又想错了 一林赶忙抢过去 伸手扶住令狐冲的臂膀 心里头自责 我怎么了 那接着可 令狐冲大哥明明是个正人君子啊 今天我怎么心愿意马的 老是往歪路上想的 总是我单独和一个男子在一起啊 心里边处处提防 哎 其实啊 他和田伯光虽然同是男子 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令狐冲虽然步履不稳 还是自己支撑着 走了一会儿 见到一块大石头 一林扶着他过去坐下休息 哎 这也不错呀 你一定要过去看瀑布吗 啊 你说这好 我就陪你在这瞧一会儿 一林明白他的意思了 好吧 那边风景好 你瞧着心里欢喜 伤口也好得快一些 走吧 令狐冲 微微一笑站起身来 两个人缓缓转过了一个山奥 就听得轰轰的水声 又走了一段路 水声越来越响 穿过一片松林之后 只见一条白龙式的瀑布 从山壁上倾泻下来 令狐冲挺高兴 哎呀 我华山的玉女风 也有一道瀑布 比这还大 形状到差不多 林山师妹 常和我到瀑布旁练剑 有时候她调皮 还钻进瀑布中去呢 一林听她第二次提到 林山师妹突然醒悟 嗯 她重伤之下 一定要到瀑布旁边来 不见得真是为了观赏风景 是在想念她的林山师妹 不知怎么着啊 心头猛的一痛 就像给人重重打了一下似的 就听令狐冲又说 有一次在瀑布旁练剑 她失足滑倒 差点摔进下面的深潭之中 幸好我一把拉住了她 那次可真危险 一林问 你有很多师妹吗 我华山派 一共有七个女弟子 林山师妹是师父的女儿 我们都管她叫小师妹 其余六个呀 都是师母说的弟子 哦 原来她是岳师伯的小姐 她 她和你很谈得来吧 哦 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十五年前 蒙恩师和师母收到门下 那时候小师妹还只有三岁 我比她大得多 常常抱了她出去采野果啊 抓兔子 我跟她呀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师父师母没儿子 待我就像亲生儿子一样 小师妹呢 就等于是我的妹子 哦 过了一会儿 伊林说 我也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从小就蒙恩师收留 从小就出了家 哎呦 那可惜 可惜了 嗯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要不是已经在定义师伯门下 那我就可以求师母收你为弟子啊 我们师兄弟姐妹 人数很多 二十几个人 大家很热闹 功课一做完呢 个人结伴游玩 师父师母也不怎么管 哎 你见到我小师妹 一定喜欢她 会跟她做好朋友的 可惜 我没有这好福气 不过 在白云安里 师父师姐们都对我很好 我 我也很快活 哦 啊 那是那是 我说错了 定义师伯 剑法通神 我师父师母 说到各家各派的剑法时 对你师父他老人家 是很佩服的 你看 恒山派 哪比不上华山派 令狐大哥 那天 你对田伯光说 站着打 田伯光是天下第十四 岳石伯是第八 那么我师父 是天下第几啊 嘿嘿 你真实在 我是忽悠田伯光的 哪有这么回事啊 武功的强弱 每天都有变化 有的人长进了 有的人年老力衰退步了 哪真能排天下第几啊 田伯光这家伙 武功是高的 但是说天下第十四 那不见得 我呢 故意把他排名排得高一些 让他开心 哦 原来你是骗他的 哎 你常常骗人吧 嘿嘿 那得看情况 不会是常常吧 有些人可以骗 有些人不能骗 师父师母 问起什么事 那我自然 不敢说瞎话呀 哦 那么你同门的师兄弟 师姐妹呢 他本想问呢 你骗不骗 你的灵山师妹呀 但是不知怎么 他没敢直接问 啊 那要看是谁 又得瞧瞧是什么事 我的师兄弟们常闹着玩 你说闹着玩 说话不骗人 那就没什么好玩了 连灵山姐姐 你也骗他吗 令狐冲没想过这事 皱了皱眉头 他想起这一生之中 从没在什么大师上骗过灵山 啊 你要紧事呢 绝不会骗他 玩的时候 哄哄他 说些笑话 那自然是有的 一临在白云庵中 师父那是不苟言笑 纪律严峻 众师姐呢 一个个也都是冷口冷面的 虽然大家互相关心爱护 但是极少有人说什么笑话 你闹着玩的事 那更难得了 定静定闲 两位师伯门下 倒有不少年轻活泼的 俗家女弟子 但是也极少和出家的同门说笑 她的整个童年 就是在冷静寂寞之中度过的 除了打坐练舞之外 就是敲木云念经 这时候呢 听到令狐冲说起 华山派众同门的热闹处 不由得悠然神亡 心想 我要是能跟他到华山去玩玩 那太有趣了 随即想起不行 这一次出安 遇到这么大的风波 看来回安之后 师父再也不许我出门了 什么到华山去玩玩 那是痴心妄想 那就算到了华山 令狐冲整天就陪着他的小师妹 我什么人也不认识 谁来陪我呀 想到这儿啊 心里边忽然一阵凄凉 眼眶一红 差点掉下泪来 令狐冲呢 他对这些全没有留神 他就瞧瀑布了 哎 我和小师妹啊 正在钻研一套剑法 借着瀑布水利的鸡蛋 施展剑招 师妹 你知道那有什么用吗 嗯 我不知道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令狐冲没察觉到 继续说 咱们何人动手 对方如果是内功深厚 兵刃和拳掌之中 往往带有厉害的内力 无形 但是力量是由他 能把我们的长剑给荡开 我和小师妹在瀑布中练剑 就当水利中的冲击 是敌人的内力 不但要把敌人的内力挡开 还得借力打力 引对方的内力去打他自己 那你们练成了没有呢 没有 没有 自创一套剑法 谈何容易 再说了 我们也创不出什么剑招啊 只不过想法子呀 把师父所传的本门剑法 在瀑布中 笔划笔划而已 就算有些新花样 那也是闹着玩的 临敌的时候 没半点用处 你要不然的话 我怎么会被田伯光这家伙 打得全无还手之力呢 他顿了一顿 伸手缓缓地笔划了一下 哎 哎我又想到了一招 等伤好以后 回去可以和小师妹试试 你们这套剑法 叫什么名字 我本来说呀 这不能另立名目 小师妹呢 一定要给他取个名字 他说叫做冲灵剑法 因为那是我和他 两个人一起试出来的 哦 冲灵剑法 这剑法中有你的名字 也有他的名字 将来传到后世 人人都知道 是你们 你们两位合创的 哎 我小师妹啊 小孩脾气 才这么说的 凭我们这么一点 本领伙伙 哪有资格自创什么剑法呀 你可千万不能跟旁人说啊 这要是被人知道了 笑掉了大牙呀 是 我绝不会对旁人说 哎 你自创剑法的事 人家早知道了 令狐冲吃了一惊 啊 是吗 是灵山师妹跟人说的 是你自己跟田伯光说的 你不是说自创了一套 坐着刺苍蝇的剑法吗 哎呀 我跟他胡说八道 亏你还都记在心里 令狐冲一笑啊 牵动伤口 眉头又皱起来 一铃说 哎呦 都是我不好 让你的伤口又疼了 快别说话了 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吧 令狐冲闭上眼睛 但只过一会儿就又睁开了 我以为这儿的风景好 可是到了这瀑布旁边啊 哎 瞧不见那彩虹啊 啊 瀑布有瀑布的好看 彩虹有彩虹的好看啊 嗯 哎 你说的不错 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一个人千辛万苦的去找一件东西 等到了手 也不过如此 可本来拿在手里的东西呢 却反而扔掉了 哎 令狐大哥 你这几句话 隐隐含有禅机 只可惜 我修为太浅 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如果师父听了 一定有一番解释 哎 什么禅机不禅机 我懂得什么呀 哎呀 我困了 说着话慢慢闭上了眼睛 渐渐呼吸低沉 进入了梦乡 一林守在他身旁 折了一根带叶的树枝 轻轻浮动 替他赶开蚊蚓小虫子 做了一个多时辰 自己呢 也有些困了 迷迷糊糊的合上眼睛 他想睡 忽然心想 不能 待会他醒来 一定肚子饿 这里没什么吃的 我呀 我再去摘几个西瓜 既能解渴 也可以冲击 于是他快步 又跑回西瓜田 又摘了两个西瓜来 他生怕离开片刻 有人或是野兽 来侵犯令狐冲 急急匆匆的赶回 见到令狐冲 还在安安稳稳的睡着 这才放心 轻轻的坐在他身边 令狐冲睁开眼 我以为你回去了 我回去 你师父师姐们 不是在找你吗 他们一定挂念得很啊 仪林一直没想到这事 听他这么一说 当时焦急起来 他想明儿见到师父 不知道他老人家 会不会责怪啊 令狐冲说 师妹 多谢你陪了我半天啊 我的命 已经被你救活了 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不 荒山野岭 你独个待在这儿 没人服侍照料 那怎么行啊 你啊 你到荒山城 刘师叔家里 悄悄地 跟我的师弟们一说 他们就会过来照料我 仪林心中一酸 暗想 原来他是要 他的小师妹相陪 只盼我 越快去叫他来越好 再也忍耐不住 泪珠一滴一滴地就落下来 令狐冲见他忽然流泪 大为奇怪 你 你为什么哭了 怕回去被师父责骂 仪林摇了摇头 哦 是了 你怕路上又撞到田薄光 哎 你不用怕 从今往后 他呀 他见了你就得逃 再也不敢见你的面了 仪林又摇了摇头 眼泪更多了 令狐冲见他哭得更厉害了 心里头大惑不解 呃 好好 是我说错了话 我跟你赔不是了啊 小师妹 你别生气啊 仪林听他言语温柔 心里头稍感安慰 但转念又想 他说这几句话 这么低声下气 显然是平时 跟他小师妹赔不是赔惯了 这时候顺口说出来的 突然间哇的一声 他哭了起来 还跺脚 我又不是你的小师妹 你 你心里边惦记着呢 就是你那个小师妹 这句话一出口啊 他当时就想起自己是出家人 啊 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又太忘形了 不由得满脸红韵 忙转过了头 哎呀 现在话说呀 这个仪林呢 心里头也是太纠结了 令狐冲见他忽然脸红 泪水没干 就像瀑布旁 溅满了水珠的小花似的 很娇艳 他心里说 哎呀 原来他也长得这么好看 不比灵山妹子差呀 愣了一下 师妹 你年纪比我小得多 咱们五月剑派 同气连枝 大家都是师兄弟姐妹 你自然也是我的小师妹了 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你跟我说说 好不好 你也没有得罪我 我知道了 你要我快快离开 免得瞧在眼里生气 连累你倒霉 你说过的 一件尼姑 逢堵 说到这儿又哭起来了 令狐冲不禁好笑啊 原来他要跟我算 回燕楼头这笔账 那的确是非赔罪不可 哎呀 令狐冲啊 真是该死 我口不择言 那天在回燕楼头 胡说八道 可得罪了贵派全体上下了 该打 该打 提起手来啪啪两声 就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一临急忙转身 别 别打 我不是怪你 我 我只怕连累了你 哎 什么话呀 该打 我该打至极了 啪的一声 又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那我不生气了 令狐大哥 你 你 你别打了 啊 你说不生气了 嗯 不生气了 那你笑也不笑 那不是还在生气吗 一临勉强笑了一笑 但突然之间 也不知为什么 伤心难过 悲从中来 再也忍耐不住 泪水从脸颊上流了下来 赶忙又转过了身子 令狐冲见他哭泣不止 当即长叹一声 哎 嗯 听了这声长叹 一临慢慢不哭了 你 你为什么叹气啊 令狐冲心里好笑啊 毕竟她是个小姑娘 也上了我这个当 她呀 自幼和月灵山 相伴一块玩 月灵山时时 使点小性 生气了不理她 千哄万哄 也哄不好 不论跟她说什么 她都不理不睬的 令狐冲呢 就琢磨作样 引起她的好奇 反过来相问 一临一声 从没和人闹过别扭 那自然是一事就灵啊 落入了她的圈套 令狐冲又是长叹一声 转过了头 也不说话 令狐大哥 你生气了吧 刚才是我得罪你 你别放在心上 啊 没有 你没得罪我 一临见她仍然面色忧愁 哪知道 她肚子里正大觉好笑呢 这副脸色是假装的 一临着急起来了 我害得你自己打了自己 我 我也打自己 我陪你 说着提起手来啪的一声 在自己右脸上就打了一掌 第二掌还要再打 令狐冲急忙仰身坐起来 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但这么一用力 伤口巨疼 忍不住轻轻哼了一声 哎呀 快 快躺下 你别弄疼了伤口 一临说着 扶着令狐冲 慢慢地躺下 一面埋怨自己 哎 我真是蠢 什么事情总是做得不对 令狐大哥 你 你疼得厉害吗 令狐冲的伤处啊 还真疼得厉害 要在平时呢 他绝不承认 这时候 他心生一记 只有这样 才能逗他破体微笑 周起眉头 使劲哼了几声 一临更着急了 但愿 不要流血才好 伸手摸他的额头 幸好没有发烧 过了一会儿 轻声问 疼得好些了吗 不行 还是很疼 一临一听这话 愁眉苦脸的 不知怎么才好 哎 好疼啊 哎呀 六师弟在这儿就好了 怎么 他有止疼药吗 是啊 他一张嘴 那就是止疼药啊 以前我也受过伤 疼得十分厉害 六师弟最会说笑话 我听了一高兴啊 就忘了伤处的疼了 他要是在这儿就好了 哎呦 嘿 怎么这么疼啊 哎呦 嘿 一临太为难了 定义师太门下 人人板起了脸 诵经念佛做功练剑 白云庵中 只怕一个月里 也难得听到一两句笑声 要他说个笑话 哎 那真要命了 先想那位陆大友师兄 不在这儿 令狐大哥要听笑话 只有我说给他听了 可是 我一个笑话也不知道啊 突然之间灵机一动 想起一件事来 令狐大哥 笑话我是不会说 不过我在藏经阁中 看到过一本经书 倒是很有趣的 叫百玉经 你看过没有 令狐冲摇摇头 没有 我什么书都不读 更不读经书来 怡林脸上 微微一红 我真傻 问这蠢话 你又不是佛门弟子 自然不会读经书 那部百玉经 是天竺国一位高僧 加斯纳做的 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好啊 我最爱听有趣的故事 你说几个给我听听 哎 那个百玉经中啊 有无数的故事 这时候呢 就一个个的 在怡林脑海中流过 好 我说那个 以礼打破头玉 从前呢 有一个秃子 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他是天生的秃头 这个秃子和一个种田人 不知为什么争吵起来 那个种田人手里 正拿着一张耕田的梨 就举起梨来 打那个秃子 把秃子打得头顶破了 直流血 可是那个秃子呢 只默然忍受 也不躲开 反而发笑 别人见了很奇怪 问他为什么不躲 反而发笑 那个秃子笑着说 这个种田人是个傻子 见我头上没毛 以为是块石头 于是呢 用梨来撞石头 我如果逃避 那不是让他变得聪明了吗 他说到这儿啊 令狐冲大笑起来 好故事 这个秃子真是聪明 就算要被人打死 那也是无论如何 那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躲开的 仪林见他笑得很欢畅 心里也高兴 我再说一个 我再说一个 医语王女药 令帅长大鱼 从前呢 有一个国王 生了个公主 这个国王呢 很兴急 见婴儿幼小 就盼他快点长大 他把御医给叫来了 要这个御医啊 配一副灵药 给公主吃 让他立即长大 御医就说了 灵药是有的 不过搜配各种药材 在家炼制 很费功夫 现在我把公主请到家里 同时加紧制药 请陛下 您不能催我 国王说 很好 我不催你就是 御医呢 就抱了公主回家 他每天呢 还向国王禀报 说灵药正在采集 正在炼制 就这么着 过了十二年 御医呢 就向国王说 灵药制成了 今天已经给公主吃了 于是 带领公主来到国王面前 国王见当年 小小的婴儿 已经长成为 亭亭玉丽的少女 心中大喜 称赞御医的 医术精粮 一服灵药 就能让我的女儿 长得这么高 这么大 命左右赏赐金银珠宝 不计其数 令狐冲又是哈哈大笑 你说这国王性子极啊 其实一点也不性极 他不是等了十二年吗 要我是那个御医啊 就一天功夫 就把那个婴儿公主 变成个十七八岁 亭亭玉丽的少女公主 嗯 你用什么法子 什么法子 外擦天香断絮胶 啊 内服白云雄胆丸呢 那是治疗金疮之伤的药 怎么能让人长高长大呢 诶 治不治金疮我不管哪 只要你肯挺身帮忙 那就成啊 啊 我帮忙 不错呀 我把婴儿公主抱回家以后 找四个裁缝 找四个裁缝干什么 赶制新衣啊 我让他们量了你的身材 连夜赶制公主的衣服 啊 第二天早晨 你就穿起来 头戴玲珑凤冠 身穿百花锦衣 足灯金袖珠缕 这一态万方啊 你就走到金鸾殿上 三呼万岁 功身下拜 说 父王在上 孩儿服了御衣令狐冲的 灵丹妙药之后 一夜之间就长得这么高大了 那国王见到这样 一位美丽可爱的公主 心花怒放 哪儿还问真假呀 我这御衣令狐冲 那自然是重重有赏了 一临不住口的呀 咯咯的笑 等他说完笑得弯下了腰 伸不直身子 过了一会儿才说 嗯 你果然比那百玉精中的御衣 聪明多了 只可惜 我 我这么丑怪 半点也不像公主啊 如果你丑怪 那天下 还有美丽的人吗 古往今来 公主成千成万 哪有一个像你这么好看的呀 哎呦 这令狐冲还挺会夸人的啊 一临听他这么夸自己 芳心窃喜 心里头偷偷乐 嗯 这成千成万的公主 你都见过了 哎 这个自然呢 我在梦中一个个都见过 你这个人 怎么做梦老是梦见公主呢 嘿嘿 这叫日游所思 嗯 令狐冲说到这儿 马上想起 一临是个天真无邪的妙灵小尼姑 陪着自己说笑 那已经犯了戒了 怎么可能啊 再跟他肆无忌惮的胡说八道呢 想到这儿脸色当时就严肃了 假意 打个哈去 哎 令狐大哥 你困了 闭上眼睡一会儿吧 哎 好 哎 你这笑话真灵 我伤口啊 果然就不疼了 他要一临说笑话 本来是要哄得他破涕为笑 这会儿呢 见他满脸都是笑意 目的达到了 就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一临坐在他身边 又在轻轻摇动树枝 赶开文营 就听到远处山西中 传来一阵阵蛙鸣 犹如催眠的乐曲一般 一临到这时候啊 实在也是累了 就觉得眼皮沉重 再也睁不开 终于 他自己也迷迷糊糊地 进入了睡乡 睡梦之中 似乎自己 穿了公主的华服 走进一座辉煌的宫殿 旁边一个英俊青年 拉着自己的手 好像就是令狐冲 跟着那脚底声云 两个人就轻飘飘地 飞上半空 说不出的甜美欢差 正在这时候 忽然间一个老尼姑 横眉怒目地 仗剑赶来 不是别人 是师父 一临吃了一惊 就听师父那说 小畜生 你不守清规戒律 居然大胆去做公主 又和这浪子在一起瞎混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用力拉扯 煞时之间呢 眼前一片漆黑 令狐冲不见了 师父也不见了 自己在黑沉沉的乌云中 不住地往下翻滚 一临吓得大叫 令狐大哥 令狐大哥 就觉得全身酸软 手脚没法动弹 半分也挣扎不得 叫了几声 一惊而醒 原来是个梦 只见令狐冲睁大双眼 正瞧着自己呢 一临这个脸呢 马上就红了 我 我 你做梦了吧 嗯 也不知道是不是 一瞥眼呢 见令狐冲脸上神色十分古怪 好像在强忍痛处 你 你伤口疼得厉害吗 令狐冲说 啊 还好 这还好 俩字声音发颤 过了一会儿 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 一粒粒地渗了出来 这个疼痛的程度 可想而知 一临太着急了 哎呀 那怎么好 怎么好啊 从怀里头 取出一块手绢来 替他抹去额头上的汗珠 小手指碰到他额头的时候 感觉就像火炭似的 他呀 他曾经听师父说过 一个人受了刀剑之伤之后 如果发烧 那情形十分凶险 情急之下呀 他不由自主地念起经来 哎 这是他的专业呀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文士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明 他念的是 庙法莲花经 观世音谱门品 刚开始的时候 声音发颤 念了一会儿呢 心神逐渐凝定 令狐冲 听一临语音清脆 越念越是冲和安静 显然是对经文的神通 充满了信心 肯定有效啊 就听他继续念 若福有人临当被害 称官是音菩萨明者 彼所持刀杖 寻断断坏 而得解脱 令狐冲啊 越听越觉好笑 终于笑出来了 你为什么笑啊 还为什么笑 早知道这样 何必学什么武功啊 如果有恶人仇人 要来杀害我 我 我只要是 口称 观世音菩萨之名 恶人的刀杖 就断成一段一段的 那不是平安 平安大吉吗 哎呀 令狐大哥 你不能亵渎了菩萨 亲念不成 念经就没用了 怡林继续念 若恶兽围绕 利牙爪可步 念笔观音力 急走无边方 莽舍急鸣歇 气毒烟火燃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令狐冲啊 听他念得很虔诚 声音虽然低 那显然是全心全意的 再向观世音菩萨求救 要菩萨显大神通 解脱自己的苦难 好像在说 观世音菩萨 求求你免除令狐大哥身上的痛楚 把他的痛楚都移到我身上 我变成畜生也好 深入地狱也好 只求菩萨解脱令狐大哥的灾难 到后来 令狐冲已经听不到经文的意义 只听到一句句 祈求祷告的声音 非常的诚恳 非常的热气 不知不觉呀 令狐冲眼中充满了眼泪 令狐冲是自幼 没了父母 师父师母 虽然待他恩重如山 毕竟他太调皮了 总是责打多 而慈爱少 当然 责打也不能说 全不是慈爱 师兄弟姐妹间呢 人人都因为他是大师兄 一向对他都挺尊敬 不敢服逆 灵山师妹 虽然和他交好 但从来没有对他如此的关怀过 可是怡林呢 这么祷告 宁愿把世间千万种苦难 都放到自己身上 只要令狐大哥平安喜乐 他没有怨言 令狐冲不由的胸口热血上涌 眼中这个小泥果啊 似乎全身都隐隐发出 圣洁的光辉 怡林送经的声音 越来越柔和 在他眼前呢 似乎真有一个 手持扬枝 便洒甘露 救苦救难的白衣大事 每一句 那摩观世音菩萨 都是在向菩萨 为令狐冲虔诚祈求 令狐冲心中既感激 又安慰 就在那温柔虔诚的念佛声中 令狐冲进入了梦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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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